能够离苦得乐 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神灵点是能与你 射手同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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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阿弥陀佛 那我们华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孝顺 这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 也因为孝顺 所以进一步还要帮助往生的父母离苦 超度 所以除了感恩纪念 那佛教更提出了更多的方法来帮助 众生都有轮回 轮回的友情 无一不做过我们的父母 所以由孝顺而变成慈悲 由慈悲而愿意去大慈大悲 也愿意大慈大悲 所以如何圆满慈悲 那叫成佛 那为了要成佛 一定要发起 为所有众生 乃至也愿意乃成佛的菩提心 那有了菩提心 我们生命就有方向了 所以一定要深信因果 一定要断除自己的贪嗔自我质 一定要发起 为众生的四红四愿 也一定要实践种种的波罗蜜 愿自己的三善根 所谓的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都圆满 这样才能够真正去孝顺众生 当然理想非常圆满 但是我们必须从自己的父母 去成为我们修慈悲心的对象 因为我们对父母 才有那种真正的报恩的心 因为一个正常人 都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 愿意去孝顺 报恩照顾 就像我经常去医院 都是年轻人 在照顾的老人家 这个是世间最圆满的 那我们除了孝顺自己父母祖先 更要这样发愿来 当愿所有众生 指父母祖先 借得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 特别后面 这个成就佛道 所以佛教徒每天就在 看着佛陀 看着佛陀 那目的除了感恩佛陀 也就是要进一步学习佛陀 成佛度众生 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 永远像呼吸一样的 定在你的内心里面 这是生命唯一的意义跟价值 那当然为了要成佛度众生 发起这种悲心菩提心 那我们就要开始精进的去磨念 所以这个磨念就是第一个 你要降服你自己的烦恼 所以让我们的这个 我执法执不升 进一步还要升起 对所有众生 辨知帮助众生方法的智慧 不然有慈悲心 那你还有烦恼 就没办法 虽然有慈悲心 就像你看到你儿子 掉到大海里面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也没有能力 只在那边哭 在那边叫 就活生生的看他死掉 这样也不圆满 所以 但是要帮助众生 要有这个智慧 更要有不舍众生 愿意跳到土 大海里面去救的 这种慈悲的力量 所以 对内 要降服烦恼 开发智慧 对外 要开始去慈悲众生 当然众生百百种 对你好 骂你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做好事也被骂 不做事也被骂 做事也被骂 无论如何 但是 不能因为对方 对我们的 毁谤 甚至今天你要 行不上到 我也有一个女生 爱上你 这也会伤害到你 一个男生 多看你两眼 你有起心动念 所以 你要知道说 这些都是 不圆满的 因为我们对对方 只有一个心态 那就是 愿他成佛 所以 绝对不能在 众生身上 要找到自己的 欲望的快乐 金钱的快乐 所以 因为只有一个想法 愿他成佛 也不会爱上他 也不会讨厌他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日子很难过 你不喜欢他 干嘛跟他讲话 那你讨厌他 为什么要跟他讲话 就像一个女孩子 今天他没人爱了 他就觉得很痛苦 甚至想要自杀 他崩溃了 所以他说 爱的对象 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没办法接受 那事实上 这个都是 有所求 所以佛法 真殊胜 在保持这种 不懒着一切 不执着一切 但是 只是充满了爱 充满了悲心 就像天上的太阳 所以 很多人 因为我以前在 在家 喜欢念这个太阳经 里面有些 说太阳每天照着我们 没人理他 甚至还能指着太阳骂 今天太阳那么大 但是 没有对他感恩 还要骂他 甚至很少人在拜太阳 这个拜就是感恩 所以 讲出了太阳宫的心身 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一样 时时刻刻 一直在 关心的众生 众生不认识他 骂他 把他当卡通一样 所以 但是 但是太阳是如此 树也是如此 海水也是如此 土地也是如此 甚至 对佛陀来讲 相信佛陀的 不多 利用佛陀的 更多 但对佛陀来讲 他永远不舍弃 永远 只有一个心态 悲心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你就要去想 我是学佛的人 现在这些环境来了 烦恼来了 欲望来了 你是不是还可以保持一个 念一下 因无所住 不碍然也不执着 也不舍弃 和生其心 所以不能凭着感觉走 但是却要凭着空性悲心而动 要保持在这种状态 而不能说 因为喜欢所以我才赖 因为讨厌所以我不想要 如果我们有这些情绪的话 觉得有一个我 设受想形式 这个受 或是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在满足自己 那就是佛教所要打破的 我执邪见 无明 所以我们必须要 时时刻刻一直提醒自己 虽然我们每天对外界在接触 但在这个接触的过程里面 你从接触的过程里面 去了解自己 有没有保持在这种无分别的正念 有没有保持一个不退转的悲心 所以就像我们想到爸爸妈妈 那你要马上想到 所有累世的父母众生 为他们而尽力 所以也不能忘掉自己活得的目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愿意发菩提心 甚至有很多菩萨受了菩萨戒 所以我昨天看到网路 我们法谷山办了传菩萨戒 世界各地来了将近一千四百多个人 非常整齐 所以有人愿意受菩萨戒 太好了 甚至里面有一个中年人 所以法师问他为什么要来参加 因为他爸爸妈妈老了 然后他慢慢带他爸爸妈妈学佛 现在爸爸妈妈也愿意去受菩萨戒 要吃素 要帮助别人 这是他生命最大的快乐 所以他从澳门陪着他父母 一直照顾他父母 愿他父母能够受完菩萨戒 将来就可以有生命的方向往生净土 这样孝不孝顺 这个最孝顺 最孝顺 像我们没办法在父母在的时候 也没办法让他去受菩萨戒 所以要劝他真心地相信佛法 还是难度很强的 所以各位要这样地去希望 自己也希望 所有老人众生都能够对佛法生起 愿成佛的决心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父母发菩提心 我们要父母祖先超度 那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念一下 一直得到九旋七祖敬超胜 那我们就要安坐在菩提心里面 所以时时刻刻让自己深口意 保持在这种圆满菩提心 圆满菩提心 这个才是大孝顺 大慈大悲 所以让整个世界 那么因为你 要发光 所以一个菩提心的人 所缘的不是光 所谓的六道众生 花草树木 无情众生 所以所有地方都希望他们 交通安全 天气好 今天天气好不好 所以花草树木 所有的水 所有的风 我们今天办法会 外面这么多菩萨在做生意 念一下 愿生意兴隆 因为他们在卖花 卖香 而且没有在卖肉 卖甘蔗汁 所以卖蔬菜 所以你要生起这个水洗心 我这一点一直强调 因为我发现很多菩萨 我要去参加法会了 别有什么人 我没想像 莫不相干 所谓空性是 你跟整个世界 法界 一只蚂蚁 一朵花 一阵风 都跟他有关系 这个才叫空性 大悲性 这个世界 凡是一切的源起的存在 都跟我有关系 这个叫源起 性空 因为离开这个外在的源起的一切存在 没有我单独的存在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 世界才是我 众生才是我 所以要让世界都清静 要让众生都成佛 这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 各位要一直去思维这个 不然的话我发觉有些人 当他给他一个事情的时候 一个利害关系 他脑筋就卡在那边 他就很少去思维佛法 所以这些世间的千百亿变化 这些源起的一切 你要马上用你的心 去跟他相应 各位走到海边 各位晒到太阳 各位看到人 各位看到鸟 所以你马上要去思维 在佛法上 我跟他什么姻缘 所以我对他 希望所有开车都平安 所有老人都平安 等等 所以我这样说 当然 就像每次都有人找我 然后师父 我等一下单独找你 什么事什么事 那我就跟他说 事实上 不用太依赖法师 因为法师在台上所讲的 以及带着大家一起做的 都在解决你的问题了 但是解决你的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 忘了你的问题 虽然你现在在生病啊 现在你有一点失业了 你不要去找依靠 你就赶快去关心别人 生意不好 那你要多一点时间 去关心别人做义工 这样就好了 所以生病 生病来自于业啊 你好好忏悔 业来自于心态啊 那你就用一个圆满的心态 所以佛讲的一种悲心 你念大悲咒 念般若心经 用这样圆满的心态 来引导你的心 消你的业 让你的冤心在主感动 超度了 因为你改变了嘛 所以 那这样 你就会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这呢 碰到好的因缘 但是不要依靠 所以 不然呢 这个世间 一切都会变化的 哪一天这位法师 告诉你方法 结果你越来越生病 事实上也不见得 这个法师错啊 对啊 只是你就会怪 哎呀 我给你找他都不好啊 我捐钱也没用啊 因为你不懂得佛法的根源 修行不在意 有时候我都 曾经有一位人找我 师父啊 我生病病得要死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我也生病 你要救我吗 所以 我旁边很多人生病 那 当然呢 我这个人比较直啊 病的原因 来自于我们的无名 那你就透过生病 就好好的 去思维 按照佛教 去思维 现在生病 不用上班 多好 没有人会要求你上班 你就赶快 利用生病 好好地来 思维 反省 来修行 我想 就像有人问我说 师父 我腰 不能动 我躺在那边念经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佛法在你心中啊 当然不是说 你好好的 故意要躺着 现在你生病了嘛 所以任何时间 佛法不离开你的心 就好了 就像刚刚开始 我们念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这个人喜欢念很慢 然后我看过佛陀的传记 哎呀 佛陀太伟大了 所以当你意念 拿摩真华长老 哎呀 我亲近真华长老那么久 如需长老 他们的这种功德 他们这种悲心 甚至为人类所受的灾难 所以这些老和尚 都是来承受众生的灾难 共业的 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个 菩提心 菩提心才是神命 那这要往生之前也要问你 你还怀着菩提心吗 你要守着菩提心 所以 因为他们认为菩提心是唯一的神明 所以 那你去想他们的德的时候啊 那来鼓励自己 而不是光赞叹 光赞叹 然后自己也不想做 佛陀不生气 你干嘛生气了 佛陀不骂人 你干嘛骂人 佛陀没有嫉妒心 你怎么会有嫉妒心呢 所以 有时候当然你 看到很多 美其名叫佛教徒 他做了一点都 跟佛教没关系 那各位 那要想 那也是我们生气 悲心的对象 一个人要掌握佛法 精髓 很困难的 他来参加法会 是有所得的 所以 可能在家里无聊吧 可能是怎么样 哎呀 他没有办法 看到那个真相 所以 对他来讲 好可惜 那对我们来讲 就是多一个慈悲 回向给他 就像各位刚刚在点灯 希望他 开启智慧 所以 每一个因缘 你要利用他来 来调伏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们的心 又离开了佛法的 那个部分 所以 顺境的时候 我们学习 逆境的时候呢 我们升起了 处理心 警惕心 所以 惭愧心 对方的不圆满 都跟我也有关系 所以 佛法 是究竟的 当然 不离开世间 利用插花 可以度众生 利用做医生 可以度众生 但是 不要活在世间的技巧 有些 有些 曾经有菩萨的 问我师父 我那个弄得怎么样 我说 弄得很好 但是我有时候 心里的滴滴姑姑 她心里还不漂亮 你把外界 弄得这么漂亮 你把花草树 我师父 弄得那么庄严 但是你内心 不庄严 这好可惜 你把阿弥陀佛 唱得这么好听 但是你内心里面 好像不在极乐世界 所以 这个就 离心外求了 我们在追求一个 外在的表象 这很可惜 但是话要讲回来 谁了解自己呢 这个世界最难的 什么叫空性 空性就是客观的 看自己叫空性 不是主观的 看自己 我要 我不要 所以一个人 要达到这种 客观的看自己 也很困难 就像我现在 在讲话 老师说 我变成两个人 我在听这里面的声音 我在听这里面的内容 我一直在听 这样讲对跟错 我的知识 我的眼神 我的一切 我都一直在盯着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你不要把那个感觉当作我 你把感觉当作我 就像一个爱发脾气的女人 她失控了 起笑啊 爱得要死 恨得要死 所以佛教讲的 这个决心是 你生气了你知道 因为那个不是我 生气那个不是我 贪心那个不是我 现在这个身体不是我 声音也不是我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我 所以 那不是我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佛性 它是一个觉性 我看它看得很清楚 所以 而不会被环境影响 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修行 当别人突然侮辱你 问你 有一点不舒服 不舒服 那个时候魔性又起来 你要知道 当你看到一个很漂亮 很喜欢的 然后你要知道 我又起心动念了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才是你最好的善知识 但是如果你 真的没办法 那你一定要亲近善知识 真正 真正你观察过了解过 并不是说 它很出名 不是 而是它真的有一颗稳定的心 像佛的心一样的清静 对众生有慈悲 这个是你确实观察过的 那你可以去跟它学 但是你跟善知识学 那有时候啊 我发觉很多人很难 他只是把善知识的话 参考参考 你给他讲一 他还是继续在做他的二 没办法 所以我师父常给我说 反正对每个人 他都跟他说 但是有些人啊 很难 刚强 难调 所以我最高兴的一句话 是我师父碰碰我的手 海涛 你还可以 我师父轻轻讲一下 我就 我就会疲养了 这样 赶快赶快赶快调整 就像佛陀说了 骑马的主人鞭子拿起来 这一只马就知道要怎么跑 他不用啪打在他身上 所以各位你要 你要这样子把自己 交给佛啊 浩玛阿弥陀佛 交给你的师父啊 可以 但是我们讲的是心态 所以念一下 以佛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所以我们学佛 是为了掌握圆满的菩提心 那这个师 这个老师 这个上师 这个师父 他也是佛心 所以他显现佛的行为 佛的事业让我去做 可以了 以师志为己志 但是我发觉现在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以师志为己志 猛冲 却离开了佛心 你的上师 你的老师 你的师父 他不是一个菩提心 你要小心 那你这样就 依人不依法了 这是现在的末法 很多人跑来跟我说 哎呀师父 我对佛教 没希望了 那我都觉得 因为你的 我是用对方的佛心 而不是他 因为这个老师 有可能哪一天吃肉了 还俗了 对不对 退转了 所以就像一个女人 她用她的生命去爱她的先生 她觉得她先生对她很好 结果哪一天 她发觉她先生外面有女人 哇 她崩溃了 这个 不是 对方对错的问题 是你的心态有问题 因为 你是一种执着 各位要记住 记住 他不是真正在 学习他的法 他只是执着 那这样对你会有很大的伤害 因为你根本没有把法 用在你心上 如果有一个人在法在心上 他是独立的 他不依靠的 而且呢 他是平等的 因为 我师父常给我讲一句话 今天你去拜佛陀 是让我们学习 所有众生身上的优点 这个叫学佛 如果你学佛 而看不起其他宗教 如果你学佛 而看不起其他人 那你就白学佛了 所以 我按照我的师父讲话 去跑监狱啊 跑社会啊 原来监狱里面这么多佛 念下来 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 对方的优点你找到了 所以 只是他还有杂染心 因为他是个受刑人 他是个精神病患 但是你仔细观察 你要学他的优点 这样你才不会以感情化 来这种偏执 去想要抓住什么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充满了很多 他们叫邪师 甚至修行的团体很大 但是之间却没有那么正确了 各位要在这一点上面啊 要 自己要 很冷静 很冷静 所以 不然的话 你的心 因为你不知道 你在学什么 重点在哪里 那当然 怕自己 不圆满 最好的方法 以我们的佛教 多看佛经 多听佛法 那自己的因缘 好不好 要看自己 福报够不够 如果你福报不够 那就没办法 所以为了修福报 各位要经常供养三宝 为了修福报 各位要经常去 慈悲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来参加清明节 不要光畏自己 不要有个人动机目的 因为你要一直告诉自己 我是为众生 虽然我是出家人 我不会喜欢讲 请你 护持我的道场 请你 护持我的想法 如果 我这样 有分别心 那我就离开佛心了 所以 我们只是觉得 今天我是一个 不分在家出家菩萨 我要做的是 这个社会 有需要 帮助的 有需要 我们去学习的 我们都跟他学 天主教的 优点在哪里 基督教的 优点在哪里 一个老人家 一辈子 不生气 不懂了字 他的优点 也是我们学的 而不是说 你是佛教徒 我才要学你 所以我在这边 虽然我们很喜欢 亲近法师 但是请各位 不要迷信 也不要执着 因为 我们是从这个点 学佛 看到众生的优点 而学习它 而不是依赖它 你这个人 就像刚刚讲 一个女人 我这个老公很孝顺 所以我来爱她 那你根本没有爱自己 她孝顺是她的事情 但是 你如果去依靠她 一个孝顺的人 也会有邪淫 如果她碰到了 一个女人 是她上辈子的妈妈 那你怎么办呢 她继续孝顺 因为生命有轮回的 所以这一点要 要非常非常的 冷静 所以多念佛 祈求三宝加持 这样会比较圆满 念一下 南无然等如来 当愿众生 佛前共登 一切满愿 得大智慧 利益有情 我想念佛最好的方法 就是实践这个佛的悲心愿力 地藏菩萨 愿我们信因果 孝顺的父母 发菩提心 阿弥陀佛 愿我们发菩提心 念佛 求生净土 要是佛 愿我们实践要是佛的 十二大愿 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所有佛菩萨 所有人性上的优点 我们都去掌控 去学习 包括有情身上 一只猫一只狗 它都有它的优点 所以就像我刚刚早上来 普元宫 我一定会进去 合掌供养 供养完以后 愿我得到王爷的加持 愿我学习王爷的功德 王爷一定很高兴 因为我在 我们除了礼战 供养 我们要学习它 你不能说 王爷我是佛教徒 所以有些 有些连王爷都不问讯了 那王爷说 我有这些佛教徒很骄傲 骄傲得不得了 所以各位从台北过来 会经过很多庙 我都会合掌一下 所以 进来普元宫 看到观音菩萨 旁边还有 散财童子 龙女菩萨 旁边还有 济公佛佛 对不对 那有些人在拜 药师佛 外面有个大的药师佛 弥勒菩萨 那请问药师佛 弥勒菩萨旁边还有什么 太子耶菩萨 你要记得 随喜他的功德 那这样你才知道 什么叫平等心呢 平等心 空性 那这样你才知道 什么叫万行无亏 千万不要 自己以为自己 用自己的想法 我想 一个佛陀来了 他看到太子耶 都会跟他问训 因为他叫佛陀 所以他不会有分别 好 石贡养 那后面一半的 做石贡养 就请坐一下 那我们今天 清明扫墓 来 念一下 愿三宝慈悲降临 护法神云岛 我为天下父母 累劫父母 六道父母 上共下师 愿六道父母 离苦得乐 共臣佛道 所以要 无分别的 我认为无分别的 佛讲 无分别的去做 是对你父母 最大的孝顺 当然这个讲法 不是说我舍弃父母 我们对父母 在他面前 既然你讲这句话 你在面前 在父母 对父母不太孝顺 默默不管 那你还讲六道父母 众生 结果你对他不管 所以我们出家人 要比在家人 孝顺一千倍 一万倍 让你的父母想说 虽然他心里不了解 甚至反对你出家 但是呢 看到你的行为 他有一点感受吧 就是佛法的好处 好 然后我们今天 写了很多牌位 而且因为我们上网路 所以免费的牌位 世界各地都有传过来 那这样想一下 那些传过来的这些牌位 是不是跟我们有缘啊 是不是做过我们的父母啊 不然 我们还没有机会跟他回向 跟他感恩呢 所以各位这样去看待一切 所有孝宅牌位 所有往生牌位 所有见得到了 想得到了 听得到了 我们的 想如父如母一样 像对待佛陀一样的 去恭敬他 所以现在每个人手上 有没有拿几颗米啊 等一下你要 翁啊 翁的时候 那你要代表 最庄严的香 翁啊 上供 然后供乡的功德下施 化为甘露 再来是花 再来是灯 涂有 就是每次都这样 对上的 虔诚的供养 对无异于众生的 大慈大悲 而且众生平等 万法平等的空性 然后保持在这种念头 各位要观想 所有净土 所有佛菩萨 都很欢喜 接受我们的供养 所有护法善神 天神 世间所有神明 我们都像黄金珠宝 最好的 包括食物 整堆整堆的 做它供养 不但如此 六道众生 希望不分宗教的 每一个红木 都插满了花 最香的食物 所以最好的 供养的 包括各位的声音 都供养 所以不分宗教 因为每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希望有人 对他好 就像一个爸爸妈妈 如果他的子女 不孝顺 不来拜他 他就很伤心 就很伤心 所以 佛教的方法 你要对方成佛吗 来 我教你什么方法 尊敬对方 感恩对方 慈悲对方 他就会成佛了 这一点 请各位改变你的思路 因为有些人 有一种不好的事 你不好我就骂你 你不好我就骂你 天天拜佛 劝骂人 他不知道 那个人才是未来佛 所以阿弥陀佛 永远不舍弃 造恶业众生 阿弥陀佛要度的 要爱的 就是这些 不断在造恶业的众生 所以如果哪一天 我们能够看到鬼 福报大不大 赶快供养他 这个鬼马上脱离他 一切的痛苦 外表也显现了 佛的庄严 因为你为他念阿弥陀佛 那各位请记住 我这样讲 就是要告诉各位 你先生犯错了 你的员工犯错了 你的朋友犯错了 他才是我们更需要 关怀的回向给他 因为你用圆满的那一面 就可以感化他 所以我早期不断地在监狱 对我帮助很大 我不是去给他们讲 道理说你对你错的 不是的 我们只能用一种 温暖爱的语言 所以让他自己来感动 感动我的心态 这样而已 因为他们都是聪明人 不聪明怎么会犯错 对不对 但是他会去观察你 所以各位要了解 你骂你儿子错 那你大错特错了 你要表现的是 做一个妈妈的 智慧与慈悲跟爱 去感动这个犯错的小孩子 去了解他 去陪他 他在忙什么 你不要一直骂他 舍弃他 所以你看到他打电动玩具 你就坐在旁边 好玩吗 一起玩 他会告诉你妈妈 多好玩 这样 因为你要 跟他在一起 同事 慢慢你引导他 哪一种更好玩 但是如果你跟他对立 谴责他 然后他就离开你 以后不跟你沟通 这小孩没救了 因为没有人可以知道 他在干嘛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一定要换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来接触对方 所以对方就是犯错 对方就是不圆满 才需要我们慈悲 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犯错的人 做错的事情 你要提醒你自己 那我要对他慈悲 我愿意应该去承担他的痛苦 虽然我现在劝化不了他 那我来为他点灯 祈愿 回向 要这样 那你要告诉你自己 因为佛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场每一个人 都有贪嗔痴 都有恶言 那佛不会舍弃我们 同样的 我这样讲的意思 不空模拟 也观音菩萨 不会舍弃这些地狱道 恶鬼道 我们对所有上贡的功德 无异于地 融入在最深的地狱 最痛苦的地方 最坏的地方 当然我们只会对弱者 生起同情 但是对你认为的坏心的人 好像生不起来 这个就是你的分别性 逼心不够 耐心不够 那你要故意 故意这样去做 不然的话 以前我记得我刚出家 我也认识几个修行人 然后他就说 我要去跟大学生演讲 那高级的才找我 那我说 我们去监狱好不好 这样 他就会觉得 去监狱讲什么佛法 那当然我认为高也好 低也好 那这些都是需要 我们去帮忙 你也不要怕读书人 这个读博士这么多人 他很傲慢 他离佛法越来越远 虽然我是个不懂智能 只会念 吃财量分 事实上这个才是博士版的 要让他看到一个 不懂的智能 会吃财量分的老菩萨 他的这种自在 不要求地位 不希望别人认识他 不凸显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有钱人 我是一个高级 我就有骄傲 还要离开自己 好可惜 所以我们现在念 不空摩尼 诸佛欢喜 互法身欢喜 六道欢喜 所有的目区 都像佛的欢喜一样 因为你对他像 你对待他像佛 他会不会成佛 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道理 你一个再坏的 你把它当作佛的心态 来对待他 来慢慢调整他 他最后会成佛 这就是释迦摩尼佛 因为我成佛了 所以我知道众生都可以成佛 但是你不要去骂人家 排斥别人 那这一点 事实上你在毁坏你自己的佛性 各位我这样一直强调 是希望大家改变一下思想观念 改变一下 不要去爱一个人 不要去恨一个人 不要去分别一个人 只有空性的慈悲 一个女生去爱一个男人 他自己找麻烦了 自己找痛苦 也侮辱了对方 不需要这么做 所以各位你现在了解了佛法 我们为什么要超度祖先 人会死 死了干嘛 死了就是希望他放下世间执着 不要丢了忘了 对不对 不要下三恶道了 赶快去极乐世界将来成佛 那你希望你祖先超度 等一下你祖先跑出来说 你都不超度 叫我超度 你还在爱的要死 你还在那边追求金钱 你叫我怎么超度 所以这一点 至少我们有这个惭愧心 虽然我们没办法 但是我们为祖先念佛 希望他去净土 自己也 事实上念佛 是要念自己 自己愿意往生净土成佛 你才可以感动对方 至少这个叫正见 对自己现在所执着的 所爱的人要生起惭愧心 虽然你现在放不下 但是你千万不要跟他说 出家不对 在家才对 有些人会用他的傲慢 自己的四肢变充 想要压住压住佛法 甚至别人要出家 你都要批评 因为你完全不了解 出家的意义在哪里 不能用自己的 世间的这种知识啊 傲慢啊 来强压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因为经典写得很清楚 你不能找理由 如果没这样就没钱啊 所以我要那样才会有钱啊 这个不是佛法就不是佛法 而不是说你要找理由 那我要盖庙 那个点灯不收钱 我庙怎么盖啊 问题是你庙盖起来 这没佛法了 有意义吗 你自己也是去佛教了 那有意义吗 就违背了三规一戒啊 违背了佛法 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想我们让诸佛 欢喜最好的方法 不是光这些供养 是你有一颗信佛法的心 像佛法的心 而且是实践佛法的心 这才是供养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 不要为无折米 无斗米折腰 所以凭贱不能移 不要出卖真理 不要出卖佛法 所以为了钱 所以我来买卖佛像 那你出卖佛法 来攀缘 来找一有钱人 那你一直在出卖佛 你就会离佛教越来越远 可能你的理想很高 我希望我先这个钱 然后我再来真正度众生 因为你已经伤害佛教了 你将来就没机会度众生 你伤害 今天你把这一部金刚经拿来卖 那金刚经我印得漂亮一点 我卖一百块 这样人家喜欢 那金刚经印下来成本是五十块 结果你卖一百块 生意是正常 但是你不能把世间法来经营佛法 你生生世世 看不到金刚经 读金刚经你也会起邪见 因为你买卖金刚经 你买卖生邪 你买卖三宝 对你伤害很大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 经常反省 反省 那你就会很虔诚忏悔 我曾经毁谤过佛法 我曾经毁谤过什么 那我们做法师 当然就像个医生一样 没办法 一定要把我们的缺点找出来 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 就要把这个负面的消除掉 发展正面的 那这样我们才会进步 所以现在念上供下施的时候 充满平等 充满爱 以对佛的方法来对待一只蚂蚁 对待一个你生痛恶绝的人 对待一个强奸你的男人 因为你现在在供养 你不要供养的时候 想到那个男人恨死了 因为你恨的那个人 他的本体是佛 我们看佛像是这个意思 你千万不要保留一个 我喜欢拜佛 但是我恨那个人 我讨厌那个人 我喜欢拜佛 我不喜欢那个宗教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对立的世界 但我们佛教徒 不能加入这个对立 这个对立是个邪见 所以佛教是绝对平等 所以有些人会喜欢这个 不喜欢 会嫉妒 会吃醋 会骄傲 会自卑 那个都是一种对立的心态 喜欢人家对他好 不喜欢人家伤害他 那你最好去 像我师父说 你最好去站在那个 那个蔡奇亚 我们以前刚出家 有些人骄傲 我说你去站在市场门口 有人对你恭敬 偷钱给你 有人骂你 出家人不修行 在那边爱钱 你都要 欧弥陀佛 你要修 因为你说师父 我又不要钱 这个模拟最好的方法 你看 有人尊敬你 有人骂你 有人用不屑的眼神看你 那你才知道你在修什么 你还保持对对方的悲心 所以我想不空模拟供养 这个是绝对平等的供养 所以而不会有分别心 那这样就能够圆满诸佛的 对诸佛的供养 因为诸佛就是希望这些 这些痛苦的众生 都被尊敬 而开发 而生起了他的佛性 爱 慈悲 可以感动众生 那你想感动众生 首先你已经感动了你自己了 你感动了你自己 所以有时候 我看到一个人在拜佛 拜佛 起来以后骂别人 那你们拜假的 你在拜佛就是尊敬对方 尊敬对方 对方有佛性 你怎么可以拿了佛陀的词 去骂别人呢 以戒律的尺度去 讲对对错错的 所以那这样你不是学佛的人 你是归于你自己 你没有归于佛陀 那这样要去深刻的了解 所以每一个纵 当你念的时候 强奸律的男人 你也是 所以你也希望他能够成佛 对他毫无恨意 毫无排斥 那各位都了解了 酒肉葱蒜 不要吃 如果你真的想要学慈悲心的人 如果你去伤害众生 甚至你这里面有不好的 那你也没办法帮助众生 我们的心 要让佛坐在你的心里面 那佛为什么可以坐在你的心里面 因为你心如莲花 清静 平等 慈悲 那你的心就是诸佛菩萨的大雄宝殿 也是众生的归于处 现在我们要做焉供仪贵 前面这一段很重要 自身观为观音明亮之 那因为你的心是慈悲 你念出来慈悲的语言 你的外表就是光明慈悲的观音菩萨 那心间光照淪捏诸功德 那你的这个心 你的那种大悲心 空性的观音的心 骗照了所有供养诸佛 那真的轮回有情 那所有的圆满 所以把功德 从你的心布施供养一样 大悲利一切冤心在主 那以这个悲心的力量 招请 让这些正在轮回受苦的 一切友情 爱你的 恨你的 希望他们坐在舒适的殿座 你观想谈诚 或是你 现在我们点了个焉供 那这也是一个谈诚 或是大焉供 但真正的谈诚在内心里面 你的内心里面 你的内心里面 希望众生入 你不排斥他 入你的心 所以讲到这个 很多人说 师父 我那个堕胎胎儿 怎么都没超度 你讲这个话 有一点凶 你要说 我的爱儿宝贝 我心中的宝贝 现在不知道去净土没有 对不对 不是要你把他赶走 你障碍我 如何如何 所以因为我们欠人家债 你要好好地 安慰他 弥补他 对不对 向他忏悔 让他感受到 你不是排斥他 你是真爱他 他才会接受你的功德 所以会接受你的超度 所以要引寻 安住 在舒适圆满的 坐垫上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净化 净化一切 点点 干露水 净化 再来呢 化为空性 因为 有 无分别里面 我们供养这些食物 不是满足 我们不是给他 鸦片 所以如果你用欲望 去勾引对方 你用爱情 去想要占有对方 最后你还是痛苦的 所以佛教没有叫你 结婚不结婚 佛教也没有反对 离婚不离婚 佛教是 你的动机 你结婚是为了什么 就算你要离婚 你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要去爱众生 与对太太先生的爱 对父母的孝顺 去孝顺所有众生 所以你离开这个家 那这个道理是对的 对方虽然有不舍 但心里非常佩服你 所以因为你在展现大爱 所以由这个空性 然后化为无量无边 嗡啊嗡 所以人家各位要观想 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很喜欢 在前面摆一个地球 因为我们人类的思想 地球是最大的 那站在佛教里面 地球不过是 在法界里面的一颗小沙而已 但是由我们思想认为最大的 而变成整个法界 所以十法界 对佛 对菩萨 身闻言诀 对六道众生的上供下识 所以我想各位学佛 词 词就是如何学习尊敬 给别人快乐 给众生欢喜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去伤害 心情不好 拍桌子 等一下桌子就让你跌倒 感谢花 赞叹 感谢一切 先不要管对方好不好 自己先表达你的真心善良 千万不要被对方影响 比较重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二因缘法》 《十二因缘法》 所有的痛苦的生脑病史轮回 痛苦就来自于无名 因为没有智慧 不了解世神体 不了解空性 甚至不信因果 所以而敢去造作 行 那你一造身口意的去造作以后 如果是因为无名 而造作的 那都会产生轮回的种子 叫六道轮回的意识种子 来轮回以后 有这个意识 它就会来投胎 叫名色 那投胎以后 慢慢就会有六根 然后就会去接触 所以接触以后 就有快乐痛苦 不一样的感受 有这个感受 那就会谈爱 我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然后呢 喜欢久了以后 就变成执着 就像 今天一个女孩子 看到男生 我喜欢他 那个时候只是喜欢而已 然后跟他在一起 两年以后 我爱上他 那叫执着了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下辈子还要跟你结婚哦 那完了 爱取有 然后你们就抱着生老病死吧 又被苦恼 开始痛苦了 所以 各位这一点 就是提醒自己 佛陀讲 迷惑 就会造业 然后呢 就会痛苦 所以你的每一个念头 都要保持在 智慧 空性 不离因果 所以在这种智慧 而造作一个 敬业 成佛的 这种佛形 是解脱形 所以 那你生生世世来投胎 是一个清净生的 然后呢 来帮助众生的 所以 每一次 我们自己要体悟这个十二云元法 然后呢 也要 想尽办法 透过你的深口意 引导别人 也能够 脱离生死 不要再 生死轮回 叫流转法 这部分在家出家 有时候 我们一看到那个境界 一个好吃的 他马上又无名了 他马上 无名起的就是贪嗔 是傲慢嫉妒 各种的 不好的心念 那你一个心念造下去 那你就 开始造业了 所以要 时时刻刻 非常的保持 这个决心 正念 禅 无论如何 但是千万不要当一个 一个厉害关系来的时候 忘了自己是佛教徒 这个世间真的没有一点快乐 这个世间任何一个存在 都是变化 无常 苦的 空的 无我的 你如果在这个世间觉得很甜 今天你刚好在谈恋爱 很甜 那个就开始中毒了 中毒了 因为你觉得很甜 今天一个老佛教徒 每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突然他女儿生小孩 他抱着那个孙子很甜 他不知道那个孙子是他过去的老公 还抱着他睡觉 那你的阿弥陀佛又不见了 甜甜的阿弥 阿弥 阿弥 以阿弥的立场要带小朋友吃素了 这个吃素不是慈悲 那是执着他 阿弥是吃素的 但是我执着这个小孩子 我特别疼他 所以我也要他吃素 好像外表是对 但是内心里面 阿弥根本不吃素 因为他内心里面在谈恋爱了 他要找到生命的春天了 阿公就又去爱上那个小女儿了 小孙女了 所以这一点你要了解 当你有所觉得哪一点让你快乐 舒服 特别喜欢 那你就完了 然后这个孙子回家三天 阿公睡不着了 阿嬷睡不着了 阿嬷才知道说 我做生意的 然后又被他抓住了 各位这你要小心 你真的要 你在这一点 今天你结婚了 你开始修行了 你老公去出差 哎哟 你祝福他 我借这个机会 修行修行 而不是想他 所以你想一个事情 执着一个事情 你不喜欢一个事情 这个都是无名 那你要懂得分析你自己 千万不要保护这个无名 保护我的欲望 就像我经常办短期出家 我都劝他们 要发信出家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结果好像第四次 他就谈恋爱了 带他男朋友来说 把短期出家 你们说办结婚点 因为我学佛 我要带他学佛 目的呢还是自私 他就不会对不起我 他就不会搞邪恶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们这个婚姻一定不快乐 记住我这句话 但是我只会劝他 这个是不好的 因为你已经了解 出家的意义了 不然你干嘛来短期出家 现在很多后悔了 因为我这几年来 我看了太多了 两个年轻人刚在一起 我就劝他 走离开一点 后来没多久 听说谈恋爱 后来结婚了 现在生三个小孩了 然后还在跟我提师父 很苦 如何如何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自己 随顺自己的无名 明明错了 你会找一百个理由 来覆盖你这个错 因为这是不符合佛法的道理 所以既然这么自在 干嘛找一个痛苦呢 所以我想各位在说的时候 在跟他们念 自己要回光返照 你现在在执着什么 放不下什么 爱染什么 包括出家人也会 哦我要盖寺庙 哦我要做助持 我要做什么 我要达到什么 所以实无众生可度 要 不管你在做什么 都要了解 它只是一个幻化的 不要有所求 以无所得故 你才能够真实发布 离经菩提撒多 不然你就开始 你会觉得你是对 骗自己一次 骗自己一百次一样 然后就不断地轮回 所以大家要 这十二因缘法 多去思维 经常思维 不要太懒惰 打瞌睡 散漫 然后摩托摩西 就像各位太太 在家里洗衣服 擦地板 一直磨擦地板 反正一定要早事做 真的没事的 打电话给儿子 你在哪里 不然打电话给旁边的女朋友 继续穿门子 反正整天都在 一直往外忙 然后佛教只是他的信仰 夹材 才不会生病 然后放生 不会多了三个 到有福报和健康 他还是在做 但是他没有从内心里面 在做 在修行 他只是一个 佛教只是他的一个 生活的依赖 所以动物道就是鱼吃 所以他才会做动物 所以要特别对这些动物道 讲了十二因缘法 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告诉自己 任何一个时间的念头 都是要保持智慧的状态 不离开现实的因果的空性 不离开我们的 对动机 我们是一个悲心 菩提心 你要抓得很紧 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戒律 菩萨戒 菩提心戒 三门夜戒 这是我永远离开这个 我就换戒 而不是我们嘴巴在说 但是实际行为就做不到 所以你要把你的意思变成你的行为 照做 那各位一定要 个性一定要不能冲动 也不能散漫 也不能与我无关 所以虽然我们急着帮助众生 那更要保持冷静 分析 因为什么才是最恰当的方法 去表现 去做那个事情 那这个要实时注意 七十二页 为他们说法 大家一起念 用悲心 当你在说法的时候 你就代表本是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因为你有这个悲心 所以 虽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用佛的法 想要来帮助对方成佛 也在净化自己 所以你要转化自己 生就是释迦牟尼佛 讲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心是释迦牟尼佛的圆满的觉悟的心 那各位 经常这样练习 经常这样练习 让生口意 在法的状态里面 千万不要说刚刚被骂了 到现在还吃不下饭 这种人最不好修行 真的会修行的是 你现在骂我 可能三分钟起心动念 等一下我就放下了 马上就放下了 你不要把这个念头啊 一直抓在你心里面 就像谈恋爱的人 他一直抓在他心里面 他一直想要看到这个事情 他想要抓住他 他不能离开他 那这个已经跑到你心里面来了 你这种负面的跑到你心里面 正念就不在了 一个位置不能两个人坐 一颗心不能装两个发 所以你要把自己 一直提醒自己 当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这个是无名吗 这个是符合佛法吗 要如此 念经的时候是为了 就像我们现在 面对这些苦到众生 希望他了解你苦 因为这个悲心 而且在这个悲心的时候 你自己也深刻的去了解 里面的真实的意义 希望对方能够 也体悟到这个 十二因缘法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很容易开智慧 所以念阿弥陀佛 送心经 念大悲咒 念阿弥陀佛 都是在为了众生 众生一听到的时候 他才能够 马上铺离痛苦 所以你要把这个真理 灌输给他 就像他现在被手脚 被绳子绑了 他沉下去快死了 你要跳下去 跳下去 赶快把它解开 所以这个跳下去 是这种悲心 解开是一种智慧 要时时刻刻 保持在这样的状态 去念佛 诵经 念经不是念给自己听了 不然就失去大悲心了 念经是念到心里面 由心里面展生光 力量 行为 去帮助众生 一直在 一直在 摁阿弘 摁阿弘 然后出去 不断地在 大转法轮 这个法轮的意思就是 断媚烦恼 断媚痛苦 那当你要 你要消除众生的烦恼 轮回痛苦 但是你 痛过你 消除了 你才能够 转对方 所以你转练了 对方就转 佛教的方法 绝对不是你改变对方 你去指责对方 佛教的方法是 你希望你儿子好 妈妈好 儿子就好 你希望你的祖先去净土 你心在净土 他就在净土 因为你有个希望 这个就是一个愿 这就是一个力量 但是如果你心不在净土 你对阿弘陀佛 信心不够 那他怎么感受到净土 所以大乘是在 越帮助众生的过程里面 你越净化自己 越在越净化自己的智慧 越能够帮助众生的慈悲 那就在这种悲至双运 这两个如果圆满了 你就可以成佛 所以法无高低 并不是念阿弥陀佛 是高是低 还是修什么圣身仪轨 是高是低 而是重点是 这个动机 这种对内的跟对外的平衡 卑至双运 保持在这个状态 所以一直去累积 这个两边的质量 智慧质量 福德质量 所以最后都圆满了 就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才能够大圆满了 任运自在的 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你敢下地狱了 你转到大地狱去 你转到恶鬼道去 你转到他 吐生道去 就不断地去转化他们 就像我们现在认真的帮他们念 希望这些水路空的众生 他透过他进入他的世界 他的环境 他看到了其他的鱼类动物 他也去转变他们 我们现在等于灌顶了他们 授权给他们 他们去转动了 所以并不是你会去 有谁有能力去救全世界的动物 但是呢 大乘佛教是少数 普度多数的 就像一只海龟 这次我们去 去印尼巴莱岛 救了很多很多巴弹岛 很多很多的大海龟 他就希望每个人就把 这个佛菩萨的力量 自己功德力 融入在这只大海龟 海龟可以活好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他们会说 最高的到了两千年 长寿是很痛苦的 长寿很痛苦的 对海龟而言 对不对 两千年 在那边于此受苦的状态 但是如果他成为一个三宝弟子 我们给他念佛持着 愿他发起菩提心 这个变成他寿命两千年 那就有意义了 不是受苦了 是两千年的菩提心 虽然生命的本质是苦的 但是生命对他就有意义了 我想我们对这些鸡啊 羊啊 鱼啊 虾啊 念这个法 是希望转化他 透过佛力 大家的悲心 虽然他外表还是一只鸡 但这只鸡进入这个世界以后 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只要活着 我们都在供养未来佛了 他虽然飞出去了 他去度众生了 他的生命有他的因缘 哪怕他被吃掉了 那这个无意吃到的人 都得到了这个法的力量 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转变了 愿所有友情都能够发愿 因为愿力的生命会成佛 业力的生命随时在轮回受苦 所以各位愿力要强 你的愿力够强 你的业力不但干扰不了你 不断地净化他 就像你现在拖了一块冰块 这个冰块要来砸你的 但是你一直往前冲 冰块在后面一直磨 一直磨 磨到后来化为水 没有了 但是如果你不发愿 那你就被这块冰块冰到了 压死了 就算你成为阿罗汉 你累劫的业 也会来找你 那阿罗汉只是一种新的瓶颈 而不代表所谓的究竟生命的瓶颈 所以佛华经讲 佛讲一称法 唯有成佛 所以各位要开始这样一直冲 一直冲 不但拖着你的冰块 还要拖着众生的冰块 所以每一个菩萨发愿都是为众生的 承担众生苦的 怨力越强 业力就消除 不然这个业力会追上你 你就苦了 所以各位每天要不断的 去实践四弘四愿 实践对整个世间的悲愿 实践愿众生成佛的无上愿 不要 不能停顿 不能享受 很多人都说我好累啊 要休息 肉体再睡睡觉就好了 心不能累啊 心不管你关在监狱啊 心不管你在下午油锅啊 你都还在利益的众生 但是这个心态不能被 被外在的环境肉体逆境而退转 退转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退转 因为他有自私的成就感 他就会退转 如果他是无私的奉献 没什么好退转 所以如果你是决心度对方 你怎么会退转 如果你是跟对方谈爱情 那你当然会退转 因为有所求嘛 有所求你没失望 无所求不会失望 所以要不断地去分析 告诉他 离苦得乐的方法 究竟成佛的方法 依法发愿 依愿修行 所以了解了生死轮回的痛苦 众生都是父母 我们不能在自私探生时 我们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按照佛法 众生都是父母 众生皆有佛性 不应该在自私满足自己 要发愿成佛 普度众生 所以要依法发愿 既然发了愿 各位要实修 所以要实践四色六度 真实去做 最后帮助所有众生离苦 那各位要很真心 所以我希望各位经常 每天念一遍放生于鬼 窗户打开 鸟来吃了 一两块饼干糖果 蚂蚁来了 甚至你在窗户打开 全面都在煮饭 都是杀生 都是肉 你看下去世界有人 天空有鸟 地上有狗 水里面有鱼 那你要每天 为他们念放生于鬼 带着他们发愿 也让自己保持正念 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有些人做早晚课 是为自己在做 甚至有自己的目的 我做早晚课 我很精进 我有在做早晚课 我没有打课睡 但是当然会有一点福报 但是你不是为众生 今天你念大悲咒 十小咒 念阿弥陀佛 发大愿 晚上忏悔 失识 所以我喜欢带人家做事实 至少还有个对境 你知道做个事实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你自己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 念佛诵经词 都是为自己在做 这样我才可以得到一个位置 得到一个格西 得到一个被尊敬 那这些就跟大乘佛教 没关系 那至少 焉供 比较不容易 但是有些人也是会执着 无所求的 希望他吃饱了 他往生净土 你有一个对境 比较容易去修 当然能够超越了 由相对里面达到绝对 相对菩提心 达到就近 菩提心 那就是一种空性的 自然的去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要用一种超越的心态 去对谈你的家人 而不是一种流露的过去 轮回习气的想法 让对方很痛苦 你也很痛苦啊 所以各位经常窗户打开 我要开始修行了 利益众生了 然后呢 用你的行动去度众生 跟他吃饭 跟他讲话 给他钱 照顾他 老人 病人 要用尽各种方法 但是不要让自己的念头啊 又在一种 是非分别痛苦 所以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不要去随顺自己 我很想骂人 我想要干嘛 这个时候 那你就 痛苦就来了 你要赶快 惭愧 惭愧 赶快拜佛 所以你不要去 随顺自己的 不正确的 就像你最爱的女人 男人要离开你了 你很伤心 但是这个是错 因为你不应该执着爱情 你不应该怕他离开 他要去修行了 所以你要祝福他 那你要告诉你自己 你不能说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那就你没有修行嘛 你没有修行 你等一下还要造口业 所以至少各位要知道 修行的目的在哪里 修行的目的就像刚刚 你的爱人要去出家了 我妈你别命 我祝你 你赶快成佛 你千万不要在这边哭 你不要离开我 不然你会死 你的爱人会 你死到底死了 你去死 因为你用一种错误的想法 想要去害人是不行的 所以有人要去发菩提心 你不要障碍人家 有人要去出家 你不要障碍人家 所以 但这个世间人 因为了欲望 自私的感情 那你就会想要去障碍别人 我要赢过你 我要赚的比你还多 所以我不太喜欢做生意 就是这样 做生意 心肝会越来越败 对不对 我要赚你钱 我要赚你钱 所以叫奸商 各位以后你做的生意 是属于那种 不用谈价钱的 我卖这个饭给你吃 让你很健康 我这个价钱 平价平价可以胜过 你卖得很快乐 卖得很快乐 如果你去卖钻戒 那你就会贪心 你就会有野心 因为卖一颗 我就可以吃一年 这种贪心 那你要知道 你在卖的是什么东西 你把你自己的 这种善良的本性 都给卖掉了 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就像一个漂亮女人 去做舞女 陪人跳舞 睡觉 一个晚上可以赚好几万 那你划不来啊 你生生世世要下地狱 受无量苦啊 因为你破坏到人家家庭啊 所以我最近认识一个女生 他们找人家来找我啊 一看 哎呦 还长得很漂亮啊 结果一看 哇 看那个样子就知道 过去一定是叫轻柔女子 长得漂亮的轻柔女子 他专门在勾引男人 破坏人家庭 那这一辈子呢 可怜了 交了六个男朋友 都跟他睡过觉 甩他 骗他钱 他就觉得很痛苦 我这辈子怎么可能 追求不到一个快乐的 别人有的感情 他家里有一点钱 他长得很漂亮 但是他就得不到 我为了这个东西 我还去找人印证 哎呦 我想的没有错 他真是一个高贵的轻柔女子 妓女就对了 那你得不到啦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不能谈这个啦 好好忏悔 这个过去是破坏人家庭 邪淫 拿人金钱的业 好像你还有点善根 轻柔女子也会拜佛啊 你赚了钱也会孝顺父母啊 所以你这辈子父母对你不错啊 你喜欢去寺庙啊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还想过要出家 我说那个是逃避 那不是出家 所以那你要把握这个善根 你对你过去的错误 现在来找你的男朋友 都是过去你拿他钱 破坏过家庭 他要来跟你讨债的男人 没有一个真爱你的 因为你这个业没有消啊 你再交一打也没用啊 你过去想想 你可能破坏了一百个男人的家庭 那你现在呢 才第六个呢 后面还有了 那怎么办 宵夜吧 忏悔啊 我说如果我是女啊 我忏悔完以后 还问问法师 有没有资格让我真心出家 对不对 你马上出家也不行啊 因为你这个心态 这种轻柔女子的心态 勾引男人的心态 玩弄男人的心态 还在的咧 除非你真实的生起一个 出力心 惭愧心 他是没那么快的 不是你想做就做了 嘴巴讲很容易 做到很困难的 所以经常有男生 师父我跟你出家 我绝对不会跟女人在一起 你还没看到 还没碰到呢 你先发誓好了 如果我跟女人在就下地狱 这个我就考虑 我都对啊 你看你慢慢考虑吧 你发都不敢发 因为你给自己 这个机会嘛 你还在等这个机会嘛 你敢发的人 你就会怕 开玩笑 我发过了 我下地狱 我不能 这个发愿很重要 发愿而慈戒 就是自己做不到 才要请佛菩萨来加持 佛菩萨给你做证明 所以当然 慈戒发愿的功德很大 破戒 业战很重 因为你等于欺骗十方诸佛 欺骗所有众生 受了菩萨戒还退转 就是欺骗诸佛 欺骗众生 那不下地狱是不行的 所以各位你要出家 我都劝你 出家是好事 但是你要还属 那就是坏事了 那南传法师可以 南传是为个人解脱 他也不是为佛陀 他也不是为众生 他还属 那他还有一点福报了 因为他曾经出家 大乘不一样 所有众生的苦 我要来承担 所有诸佛的愿 我要来实践 诸佛加持你 对不对 所以就像你跟一个人说 你现在给我一百万 那我将来一辈子 我好好的报答你 结果对方就好 一百万给你 结果你跑掉了 你看 所以菩萨界 为什么说不能退转 所以你退转 那痛苦很多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各位 我们劝大家出家 没错 但是呢 千万不要出了家 过日子就算了 不想精进 不想改变 所以不接受劝告 那这样就很可惜吧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老和尚每天看到 要发菩提心 是是是 跪啊拜啊 求老和尚加持 让我不退转菩提心 不能有私心啊 不能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每个人都要盖道场 盖金色 你是为众生吗 还是为自己 有时候 自己都分不清楚 是为了面子 还是为了真实利益众生 真实利益众生 别人也感受得到啊 那只是一个 一个名 一个我也有 我也拥有 甚至我们出家也会 你看哦 信徒那么多 好像我成功了 因为我有信徒 我有人听我讲课 我有人来参加我的法会 如果这个观念 而来得到一个别人的认同 那是在造物业 因为呢 就是不要输人家 这是一种傲慢 这种名立想 这种目的性 目的 它不是一种 一种悲心的东西 目的 所以我讲 这个各位一定要分析哦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要教各位 念要念得很认真 你念得很认真 真实要让众生 故意 真实带着众生 忏悔发愿 真实带着众生 发菩提心 真实要 要引导众生 往生净土 你自己一点也不执着 因为你要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要让自己 要让自己很强烈的 每人分分秒秒 我忘记得赶快拉回来 我要 我要 我要带着所有众生 发愿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要有这样子的悲愿 拉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来念佛 念佛当下就往生 进步 我们也引导了 清明节 所有为超度的众生 人类亡魂 都能够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要真心 我们为他们 忏悔广修功德 带着他们归一 然后呢 现在要带着他们 当下往生 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的心愿 早就定在 西方极乐世界了 不会再退转 所以一个 还没有结婚的男人 女人 他已经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问各位 他还会结婚吗 他还会结婚吗 不可能的事情 他结婚以后 还会生小孩吗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要带着 所有堕胎 太儿去极乐 他要照顾的是 所有孤儿 他要帮忙的是 所有学校的儿童 愿他们发普提心 那他就没有那个私心 如果你有私心说 我想要结婚 我想要 为了我的小孩 你就完全没有艳离心 你完全在执着 这个世间的快乐 你怎么可能会怨生西方净土中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 真心的发愿往生净土 那你必定会成佛 因为你是真心的 佛力就加持你 因为你自己不执着世间了 所以这个世间是苦的 西方是清净的 清净的菩提乐 你要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有曾经人家找我 师父帮我念一念回向 希望我赶快找到工作 我说你现在缺钱吗 还好啊 那不用工作了 念佛啊 广快修行啊 最好出家啊 不是很好吗 世间的工作那么难找 但是也不是消极的出家 你要去了解 你的思想要改变 改变 如果一个女孩子懂得学佛了 翻越往生西方了 她先生有外遇 她会痛苦吗 晚上就叫比喻 是吧 晚上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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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生不相信你 一副很不舍一出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快乐得不得了 因为她对世间 没有这个执着 然后因为你在念佛吃素 结果你先生有外遇 结果你就颠倒了 那你根本是假念佛 假吃素 你只是执着这个佛教 这样会想一想 赚一点功德吧 怕自己堕落恶道 所以要真心的念佛 各位要真心的念佛 今天你学佛了 你儿子被车撞死了 真心的念佛 死亡可以让他去净土 可以让他去净土 叫他不要脱胎做人 你有福报 因为做人你还是轮回啊 这个是末法 所以有时候下三恶道 反而容易超度 投胎做人就很难超度 对不对 像我们在渡王魂 我讲五分钟他就超度了 我从早上讲到现在 你们都还没超度 因为等一下你还要弄弄头发的 你还要说我口袋有点小钱 你想要干嘛 因为你是个人 你这个人 你这个夜报 现在要转换 这个业力把你绑住了 你可能要等到老 还要决定你又没有要往胜 对不对 你现在还有一点人的这种习性 贪婉 贪婉 就像上回有一位美丽的女人来跟我讲师父 讲一讲后来就知道 她老公有外遇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她很痛苦啊 那我说这没什么好痛苦 那不是正好修行吗 老公有没有给你钱 有啊 那你太有福报了 又有钱 没事这边晃来晃去 那你不是正好念活修行吗 那她继续哭 那我就说危机一直来 原来她要找我 哦 她还想要没虎虎也好 说不对 没虎虎也好 对不对 哦 她想要转移哦 很多人是这样的 老公抓不到 抓儿子抓孙子 抓 就是要转移 最后没办法抓一只狗来 因为她要转移 因为她不想要有个失落感 她认为爱情 抓住一个感情 是她生命的快乐 这就是完全不了解佛法 或是男人要抓一个权力 我要做会长 我要做会长 有些女人她就是很傲慢 她就是我希望很多男人都爱我 她根本不爱男人 她只是一种傲慢心 被磨 然后呢 卡住了 她就是要去找男人 然后诱惑那些成功的男人 她觉得她 哎 你看 连那个成功的男人 坐在台上的都被我诱惑 这样 她根本不是在爱对方 她只是在爱自己的 的外表 肉体 觉得她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这些各位一定要分析 所以修行一定要 多去分析自己 或透过别人来分析你自己 不然一直觉得说我这个想法观念是对的 这个世间最难就是这样 她一直觉得是对的 你跟她讲 她就会找一些理由来解释 来唐筛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有一点成就感 你不能让她破掉 她是靠着这个成就感在生活的 但是佛陀呢 叫打破我们的任何一个执着 自负成就感 彻底的打破 我们彻底的放下 不然你到不了西方几个世界 所以我现在劝人家往生进度不容易 但他快死了 他劝他就好了 痛苦啊 前途茫茫啊 对不对 不知道去哪里投胎啊 那个时候他就会 赶快一念来这十念 佛立加持 把他拉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经常的问问自己 到底我为什么修行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法会 如何如何 如果知道自己一个观念错了 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加持我 让我不要有这个不好的观念 不正确的想法 这个叫 列一下 转妄念为佛念 对 你要把这个虚妄的斜的成为一个正念 你赶快念佛 因为自己做不到 如果做不到 我们就不用念佛了 对不对 我们做不到 我要生气了 南无阿弥陀佛 我要起欲望执着 南无阿弥陀佛 我又不爽了 赶快南无阿弥陀佛 你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就摆平了 不然你就一直在一个错误 颠倒梦想 所以 事实上 会生气人就代表自己的脆弱 自己的无依靠 他是用生气来保护自己 用骂人来保护自己 用男女的身材 情色来保护自己 事实上 里面都是肮脏了 有什么好骄傲 而且这个身体 再漂亮再性感 那个都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有什么好骄傲的 但是人人往往就有 我这手漂亮 我腿漂亮 我头发漂亮 我车子漂亮 但是事实上 对一个有智慧 这叫智者所喝 就是说 有智慧的人会觉得 这个不好 就像各位 我常讲一个故事 各位都听过了 龙树菩萨 有一次在讲课 很多人在听 龙树大菩萨 他的妹妹 身材很好 胸部很大 他就是趁着人家 讲到一半 他妹妹从中中走进来 他希望 我哥哥在台上 大家都看看我 你知道龙树菩萨多狠吗 你前面那两块肉 要干嘛 龙树菩萨有他心通 他老妹不过是要来 炫耀他的大胸部 这个很没面子 但是这个没有一针见血 他就破不了他的傲慢执着 所以他等于会生气一阵子 但是以后慢慢去觉醒 但是不这样 没办法打破他这种傲慢执着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记住 你不能表现自己 我喜欢 你喜欢什么那都错 没有 我为众生 所以我勉强自己做 可以 勉强 勉强到不用勉强 为什么 无我空性的 任运自在的 但是不能有一点 我喜欢 不管喜欢 就像有时候 我看人家拿炼珠 我就知道 那小子小心哦 他很傲慢 他拿炼珠 炼给我看的 他是要凸显自己而已 他要引起你注意他 他不是要来修行的 他不是把佛诸念在心里面的 念给众生的 他是挂着好看的 所以一个修行人至少还会分辨吧 所以各位你要相信你的直觉 有时候你一个直觉知道 他是有所求来的 他是有不好的目的的 所以那我们要回向给他们 来 法会功德 回向人类心中 各种无名妄念 各种贪念 各种磨念 恩阿佛 那么大悲观音菩萨 那么不动如来 对啦 就是说 你看到对方有不好的 你也慈悲为他提起正念 提起正念 但是你没办法保证可以改变他 但是至少我们为他回向 祈求佛加持他 如果他还是骂你 那是我的业 那不是佛没有力量 对不对 那是本来我的业障 这个业障我更忏悔 更回向而已 好 所以我们大家来念佛 好不好 念大声一点 念到亲民扫墓 父母祖先 所有王者 特别动物有情 马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大家行菩萨道 一定要慈悲 慈悲的人 一定不杀身 吃素 放生 护身 平等的普度众生 所以要把这个法 永远的留下来 千万不要因为 种种的 现今社会的不了解 那么就放弃了 放生 这种诸佛常驻之法 所以我想 各种的形式 可以把它变得更好 更圆满 但是内心里面 绝对不要去批评啊 放弃啊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要成佛 那你样样都要圆满 但是 历代祖师大德 就不断地坚持 这种放生 慈悲之法 当然呢 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放 调查好 了解好 那当然也配合配合 社会 正确的方法 那这些 任何一个慈悲 都要用一点智慧 三角方便 但是呢 法 是永恒的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他 七十七页 你也加 放生就是救命 放生就是还在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觉悟 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积极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改命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消灾 放生就是致病 放生就是救亲 放生就是严寿 放生就是菩萨 放生能助身兽 二 地藏十轮经 放生诸功德 一 长寿 二 慈悲心自然升起 三 善神为友 四 所有动物 体润为亲而欢喜 五 五 无量功德 六 众人恭敬 七 无病 无危害 八 快乐 永幸福 九 深深逝世 尽信 佛陀所行 十 不离三宝 十一 忠惑 无上 菩提之果 十二 师父善知识 长久住世 为师让灾其福 十三 往生净土 三 一个人放生 可以免除一个人身家的疾病灾难 众多人放生 可以挽救世界的豪杰 改变世界的命运 是金山佛活 最好的消业方法 莫过于放生 世界上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害 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是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依我的话 尽快亮丽 买生物放生 就能征服严寿 五 寒山问时德 放生可成佛佛 答曰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人能救物之苦 既能成就诸佛心愿意 故以念直悲 旧以物命 是以念观世音也 日日放生 则直悲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入 观世音大直悲还以 我心几世佛心 我心几世佛心 焉得不成佛乎 故之放生因言 非小善之所能彼 凡我同愿 与广行劝勉 散令群生 同归悲化 从过去活头以来 所有救护生命的功德 乃至我们今天已做 乃至未来不间断地做 这些介绍吃素放生 保护众生的这种心态行为 从内心里面水洗 而且希望自己的生命 也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功德海 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一个救护生命 不自私的 保护所有生命的这种心态 那你永远就快乐了 一个人之所以痛苦 他就是有我质 我爱 我恨 我喜欢 我想要干嘛 这种贪嗔痴 一个人的生命 要转为一种平等 无我的 我们不断地强调 大悲心 菩提心 所以真快乐 希望你的生命 只要站在那边 众生就超度 那个叫佛 见佛得解脱 对不对 礼佛 念佛 拜佛 都可以让众生脱离伤恶道 所以将来还可以成佛 不得了 那么多宝如来 永离山途 得无上道 但是各位 你现在就要开始累积这个功德 希望你的身体 希望你的声音 希望你的名字 希望你的一切一切 所讲的话变成经典 让众生可以离苦 所以成佛多殊胜 但是你为了要成佛 你要不断地戒杀 放生 互生 念经 广结善缘 布施 那你这样子的善业 只要是回向众生 无上菩提 那你这个善业永远存在 最后呢 圆满成佛 就像佛的向好庄严 都可以布施给众生 消无量业 成就无量功德 一句阿弥陀佛 就可以成就 不可思议了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佛 但是各位更要一直精进 自己努力 追求成佛之道 所以所有功德 学佛过去这样 供养给众生 回向无上菩提 所以也不断地 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来来来来 来这里 来到这屋里 什么故事都有理 预言同胀 好玩有趣在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我是护华 香香妈妈好 护华好 护华 你喜欢花吗 当然喜欢啊 那很好哦 那你成江你喜欢的花 供佛吗 嗯 我没有供过佛 但是啊 我看过我妈妈 拿花供佛哦 诶 香香妈妈 为什么我们要以鲜花来供佛呢 嗯 因为啊鲜花很漂亮又有香味哦 以鲜花来供佛呢 象征佛菩萨芬芳的德性 可以庄严稻草 古时候就有人呢 以鲜花来供养佛佛 结果他们种下了善根 后来证得了圣果耶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则故事吧 Let's go 世尊 请接受我们的花曼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得辟之佛果位 名字为无怨辟之佛 以这个姻缘 所以我获利微笑 身放四光 世尊 他们为什么要供养年鲜花呢 诸佛善事皆是往昔积极善业得来的 我也一样 本来一切众生的业 不会成熟于外在的地水火风 而是成熟于自己的身心中 所谓纵经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惠玉石 国报还自盛 这金盘 金掌 金瓶 五百嘎下巴涅 以及这位美女是我奉献给您的 我已受贩刑不银记 所以不能接受这位美女 其余的东西我会收下的 贤惠 既然国王把我赐给您 还是接纳我吧 您好 您可以把花卖给我吗 我想每天用一朵青年花来供养佛 不行的 国王七天前就规定国内所有鲜花 一律交给王公 准备供养燃灯符 任何人不得违抗 我这些花是准备上交给国王的 你去持边看看 以我的福得力 池中绝对有展开的莲花 不信的话 你带我去池塘中看看如何 嗯 嗯 啊 奇怪 真是奇怪 我刚刚全采了 怎么又有新开的青年 我说的没错吧 你赶快把这些花采下来卖给我吧 可是国王有命令 你别胆 我会把花放到宝品里 最后人都看不见 你放心好了 怎么这里全城都找不到鲜花呢 你好 我给你五百搭下八年 能否把青年花给我 我要拿去供佛 给您 给您 但我不要钱 只要您八个月 生生世世 让我做您的妻子 否则 我是不会给您花的 我一生好行布施 将来生生世世 都会布施自己的妻子 儿女 甚至我自身的血肉 你还是多加考虑考虑 在你以后的布施中 我绝不会造作任何为人 只要您现在发愿就好 好吧 您什么时候成佛转法轮 我就什么时候 做您的弟子行持佛法 乃至未成佛的这段期间 我生生世世做您的妻子 明经道是 世世倾 诶 怎么佛把贤惠当畜生看待 竟然从他的头发上踏过 不合道理呀 你将来得解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好 释迦摩尼佛 成为三界灵魂的唯一名单 你今天购花的功德 用我将来在释迦佛传法轮的时候 成为他的身文女弟子 在他未成佛前的生生世世 做他的妻子 后来贤惠与智慧一起在佛前出家 贤惠很快精通三藏 后来转生到兜率天 智慧则堕入地狱 当时的贤惠就是现在的我 因为共化与灿灯佛前的果报 使我在轮回中得到极大的福报与安乐 也是因为这善根 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果味 也是这个殊胜的因缘 得过后又受到五百扎得落千年的共化 安兰若是何于出家修行与居住的僻静场所 辟之佛又称圆诀独诀 只无师而能自觉自悟的圣者 燃灯佛 为释迪摩尼佛受祭之师 因其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 故称为燃灯佛 看完以上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 达德沃青年以什么样的东西来供养世尊呢 他们以鲜花编成的花满来供养世尊 对 五百位达德沃青年 看到佛陀的到来 就以非常恭敬的心 欢喜心来献花来供养佛陀 对不对 那供华 世尊接受了达德沃青年的花满供养之后呢 结果如何了呢 结果啊 世尊就放官微笑 并预言他们将来会有圆满的结局哦 嗯 对 那供华 那佛陀开示未来这五百位的达德沃青年 来世将会如何呢 佛陀预言 他们将来会赠得屁之佛 果位 对 后来这五百位青年呢 在未来世十三大节中呢 将不醉恶趣 之后在十三大节将转身天界 然后呢 转为人出身 出家修行哦 最后都赠得了毕之佛果位哦 并且称为无怨毕之佛哦 嗯 相信我们吧 以鲜花供养佛陀会有那么大的福报啊 对啊 最重要的是啊 最重要的是啊 要以清净欢喜的心 潜心诚意的供养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呢 一定也很欢喜的接受我们的供养哦 再来啊 故事中佛陀的前世是谁呢 是 喇登佛住世的时候 一位修行人贤惠啊 对 可是呢 国王奉献美女给贤惠 为何他不接受呢 因为啊 贤惠已经受犯贤了 要持不迎戒 对 贤惠当时虽然还没出家哦 但人守着不迎戒 所以呢 没有接受国王这种赏识哦 那再来哦 故事中呢 贤惠对兰登佛非常的恭敬 他除了供花以外 还如何来礼敬兰登佛呢 他趴在地上 把自己的头发 扑在地上 让兰登佛从他的头发上踩过去 对 贤惠对佛呢 有大信心哦 并且呢 对佛非常的恭敬 因此种下了成佛的闪根哦 可是香香妈妈 让佛从他的头发上踩过去 不会脏吗 其实头发脏也很值得呀 供养在于我们的成心哦 尤其能够以头发来供养佛 是一种对佛恭敬的极致表现哦 而且呢 而且呢 成心供养佛呢 必会受到佛的加持哦 更是极为殊胜的 所以说佛祂到底哪个大呢 嗯 都一样啊 因为佛祖已经是 决心圆满了 是不上等的成就啊 所以说佛佛平等 最后啊 佛陀开示 是贤慧因为供花与燃灯佛钱 结果获得了何种福报呢 在轮回中得到极大的福报与安乐 嗯 对 贤慧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哦 因为成心供花的功德 生生世世都得到很大的福报以及安乐 并且因为此善根呢 最后呢 获得了无上正等正绝 并在成佛后 获得了扎德沃青年的 鲜花的供养哦 哇 生生妈妈 鲜花供佛真好呢 对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等着你哦 下次再见咯 拜拜 南梦的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梦旧苦旧难观世音菩萨 南梦的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梦的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梦本世音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